高雄的灾后复原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那原本立法院临时会今天要开始审查的 示范区条例草案也决议延到礼拜三 在野党跟呼吁国难当头 希望临时会提前结束 但是国民党团决定如果救灾情况顺利 接下来的议程照常进行 临时会只剩不到一个星期 本中原定处理示范区条例 不过由于高雄发生严重气暴 在野党呼吁朝野全新投入救灾 临时会应该提前解散 在高雄的委员没办法很全力的来参与审查的时候 实在是硬要排是不对的 尤其黄昭顺委员自己也是高雄的委员 是资金区重要还是高雄重要 现在是全台湾悬念高雄 不该再继续开临时会 而且又是针对一个争议性这么大的 一个资金区条例在做审查 经济委员会原本排定要审查 示范区条例草案 但国民党招委黄昭顺 仍又在高雄重灾区担任前线指挥官 党团最后决议救灾优先 延到星期三再来审 不过临时会预计开到本周五 接下来的议程怎么安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救灾的进度很顺利 那么这个整个立法院 在临时会剩下的这几个委员会跟院会 是不是能够还是依照 本党当时所提出来的 这些重要法案能够向前推进 自经区这个问题那是立即的 那这个跟没有什么相关的影响 我们在北部我们立法委员 大家可以集中精神来修 我们的经济示范区这个问题 我在两者不相干 蓝营强调救灾和开会没有冲突 不过在野党认为 最有时间压力的监委人事案 已经完成 加上气爆事件后 多条法令还等着修法 示范区条例更没有急迫性 不过就怕又被说 临时会没有作为 执政党强调 两者应该并行不备 国难当前该进该退 朝野双方仍旧没有共事 有点TV张春明 刘宇轩 台北报道